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强调了劝告的结果 而说到说服劝服 我们又不得不把convince与persuade比较一下 因为convince也是说服使人确信的意思 但他的语气要比persuade强 更强调通过努力争论等等 最后使对方信服了 他所要求的主语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 而persuade所要求的主语一定是人 而不可能是事物 就像例句中讲到的 her smile convinced him that she was happy 他的微笑使他确信他是幸福的 这句话的主语是her smile 而不是人做了主语 所以就不能用persuade 而要用convin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